女人只是用鼻子一闻 竟成功抓获当地最大的一名女不肖 身为租借最大的饭店 竟查出无数吨鸦片 而负责人却不知所踪 小河神开始一一盘问 当她走到一名女服务员身边时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王掌柜 累坏了吧 小河神说自己从小就不能闻烟味 所有能盖味的方子都是国 这些用香料古法制成的香皂 不仅能驱烟流香 还不容易被人察觉 但女人却丝毫不慌 说自己经常在烟馆工作 也很讨厌烟味 所以每天都会用这种香皂 女人嘛 哪怕不吃不喝 也舍得在这方面花钱 但这种香皂普通人可用不起 你竟然天天在用 你知道我在账目本上闻到什么味道吗 正是你身上的这股香味 证据确凿 烟馆的王掌柜当场被抓 随即就被送进警局由丁毛审讯 晚上丁毛来找曹韵商会的胡叔 告知他自己查到了烟馆 并想借机询问胡叔 烟馆的账目上 为什么会有父亲丁一秋的签名 还有花盆里的琵琶苗一世 而胡叔只说 曹韵商会从来不做见不得光的声音 叫丁毛不要再继续往下查了 否则拔出萝卜带出你 有什么危害商会的事情就不好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了王掌柜就被淹死在了警局 王掌柜是那么死的 淹死的 放屁 这里是警察局 人来的水 他是撒泡 你要把自己淹死的吗 我的祖宗 我已经淹过尸了 为了查清真相 丁毛只能叫来郭德勇 可郭德勇也看不出任何线索 只是在尸体上闻到一股酸味 按理来说警察局密不透风 门锁也没有被撬坏 唯一的钥匙还在丁毛身上 凶手压根不可能行凶 如果要说有嫌疑 丁毛就是最大的嫌疑犯 我有不在场证明 原来昨晚胡叔一直在和他聊天 等送走胡叔 丁毛在回来审讯王掌柜时 发现他已经死了 但很快小和神郭德勇就发现了线索 墙上的挂钟明显被人动过手脚 因为别的地方都有灰尘 而边角却特别干净 就连玻璃上的指纹都没擦干净 烟灰缸里还能闻到一股怪味 我知道凶手是谁 当丁毛问郭德有谁是凶手时 想要知道结果的话 可能需要委屈你一下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 刊登的竟是丁毛 滥用私刑打死犯人的新闻 看到报纸的胡叔坐不住了 急忙来到警局 本以为胡叔是来保释丁毛的 没想到他却说 我今天来是来投案自首的